文古至今小人物品读中华大历史 欢迎收看本期大历史小人物 清朝在中国的朝代史上是一个十分神奇的朝代 此朝由人数稀少的满族掌权 还两百年都没被动摇根基 最后亡在一个女人手中 而此朝代被誉为满洲第一勇士的敖拜 竟然也是满洲第一奸臣 最后受自己的神勇所悟 被一群少年围住生亲 尽管后来敖拜以各种功绩相递 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他的家人因此被一同囚禁 最后都没有得到善终 而前段时间 敖拜的后人却在东北一农村陷了身 原来其后人认为清朝已经亡了 关于祖辈的那些世世非非也应该消散了 所以他们不必再躲躲藏藏过日子了 为了证明自己是敖拜后人的身份 这个农村的村民还拿出了一本金氏祖谱出来 只见祖谱的第一页用大字印着 一氏祖敖拜 据敖拜后人说 当时敖拜后人虽然都遭受了囚禁 但是他的孙子耳坠十分极致 趁乱逃了出来 几经辗转才在这个村子隐匿了下来 为了不让清廷发觉 还给自己改姓为金 后事都沿用此姓 在此地安分地生存了下来 至今村子中大部分人都姓金 专家研究了史料后 发现此村中人果然是敖拜仅存的一只后人 虽然期间有人曾牵出 但是此村依然是敖拜后人的主要居住地 虽然当谁的后人无法选择 但是这个村子的人经常看见描绘敖拜坚臣形象的影视剧作品 估计心里也不好受的吧 只希望他们能忘记历史功过 好好把握现在的生活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的请点关注哦